明年就快要到了 大家開始採買年貨了嗎 我們要帶你看到 像是在高雄三鳳中間 就舉辦了高雄過好日的活動 今天現場湧進了大批的人潮 那麼市府也請到了 國宴主廚阿基斯現場 來烹煮年菜 市長陳其邁也發放了兔年小紅包 吸引了好多人來排隊 但由於原物料上漲的關係 部分的年貨在今年也漲價了 包含像是干貝拉烏魚子 就漲了一到兩成 高雄三鳳中間放眼望去 人潮真的不少 農曆新年要到了 大家趕來採買年貨 再加上活動加成 讓買氣更旺 高雄市長陳其邁 發放兔年小紅包 給大小朋友現場排了好長人籠 還邀請國宴主廚阿基斯同框 烹煮年菜 市長也不忘推廣在地食材 不過今年民眾要採買 可能要多花些錢了 干貝烏魚子都漲了一到兩成 民眾很有感 但也有人覺得過年要到了 願意花錢 疫情解封商圈終於開放試吃 讓人潮回流不少 業者喜營商機之外 也盡量讓價格與往年持平 另外市府為了控制人潮交通部分到除夕為止 警方將加強交通疏導 市府呼籲民眾可以多使用大眾交通運輸 一起來三縫中街到老Z過個好年 華視新聞榮浩北蔡孟俊高雄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